魏青龙两年 蜀丞相诸葛亮 十万大军出血骨 月清岭 尽逃魏南 魏大都都司马懿 被魏水结阵 兼臂聚首 不与交战 与蜀军相持百日 一颗陡大的流星划过夜空 满天星辰 顿时失去了光彩 虚余 流星坠于五丈元东南 孔明去矣 司马懿登高难忘 言语间竟无限惆怅 孔明一声谨慎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不肯行险 智大而不见机 多谋而少绝 以区区一周之地 尽伐中原 安能不败 身后一众轻卫虎背熊腰 轻一色的关中剑 披甲跨刀 环卫父子三人 孔明即死 天下还有何人是我父子之敌 说话的是司马师 自子元 相貌堂堂 仪表非凡 今日一身甲皱 衬得阴气勃勃 只不过眉眼间 始终阴晕着三分阴智之气 放肆 司马懿低齿 声音不大 但其中蕴含了数十年的鸡尾 一招喷发 射人心胆 司马昭当即膝盖一软 贵服在地 父亲恕罪 恕罪 司马师略意拱手 而失言 司马懿扫了一眼 身后轻卫 轻卫们自发后退二十余步 直到听不见父子三人的对话 自黄金起 天下英雄不知反己 金河在焉 昔年武帝横扫天下 亦有赤壁之祸 刘备老于兵戎 犹豫消停之败 为父能走到今日 全在迎人谨慎 你不要忘啊 当今陛下英明神武 有秦皇汉武之仇 我等父子稍有不慎 便是生死足灭的下场 司马懿很少说这么多话 今夜剑速迪离世 一时心有所感 听到父亲 以曹操刘备自比 两人拒势一阵 司马昭身躯摇晃了几下 司马师眼中神采异议 在听到秦皇汉武之仇的评断后 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阴热而压抑的笑声 在夜色中仿佛一只消吃 早年司马师与夏侯玄 和雁齐名 结交民事 明栋洛阳 却在太和年间 牵涉进福华案 一直未能入世 故对当今魏帝曹锐 不以为然 陛下不惜我等福华 自己却大兴土目 秩序昌公 齐景福 陈光殿 广彩民女 蓄养男宠 奢淫无度 绝非常久之相 曹氏夏侯诸子 皆庸禄之徒儿 文不能治国 武不能定邦 迟早为他人鱼肉 司马师脸上蒙着一层潮红 即便是夜色 也笼罩不住 宗室大将曹真 已在三年前陨落 妻子曹爽成席爵位 出入宫廷 与魏帝交好 恩宠冠绝一时 司马师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忽然朗声道 由此观之 天命当在我司马家 此言即出 宛如一道惊雷 披在当场 司马招目瞪口呆 兄 兄长 住口 司马一全身颤抖 也不知是愤怒 还是激动 司马师却没有住口 天语不取反受其就 我等不取 自有他人取之 恳请父亲深思 司马一腔的一声 拔出腰间长剑 夜色中 剑身流淌着一红青芒 仿佛要穿透人心 黄口竖子 也敢妄言天命 言语中没有一丝怒气 甚至没有一丝情绪波动 但越是如此 越是显得杀气凝重 司马师的额上全是冷汗 父子联心 天下再也没有人 比他更了解司马一 而天下也没人 比司马一更了解他 长剑举起 司马师的瞳孔放大 全身的血液 仿佛都凝固了 身体瑟瑟发抖 不能动弹 然而 那柄长剑 终究没有斩下 也不可能斩下 而是枪的一声 收回翘中 此剑名为飞锦 乃是当年先帝亲赐 司马师受先帝隆恩 岂能做不忠不义之徒 我司马一此生 实质辅佐大卫 忠心耿耿 你休要再发此等 大逆不道之言 否则休怪君法无情 司马一冷冰冰地 治下这句话 忽然将飞锦剑插在黄土中 自顾自地回营去了 留下二人 在夜风中面面相去 父亲写此剑二十年 从未一用 今日一世 锋芒还是如此逼人 司马昭心有余悸 司马师眼神一亮 忽然大笑起来 司马昭不明所以 兄长何故失笑 神剑藏风于翘 君子藏气于身 皆为代食而动 葬 司马昭的眼神 也逐渐亮起 是年 司马一五十有五 司马师二十六 司马昭二十三 仅仅五年之后 仅出三年 魏帝曹锐便游进登窟 原定脱孤之臣 为燕王曹宇 领军将军夏侯县 五位将军曹爽 屯齐校尉曹赵 萧齐将军晴朗 但就在一天之内 曹锐忽然下诏 免去曹宇大将军之位 忽然急照刚刚平定辽东的司马一回洛阳 引入家福殿 执其首而未知 无急慎 以后是蜀军 军起与爽辅勺子 无得建军 无所恨 司马一顿手流涕 乌也不能言 即日 魏帝驾崩 十年三十六 三鬼丑 藏高平临 司马一任适中 迟劫 都督中外诸军 路上舒适 与大将军曹爽 共辅右主曹芳 燃树玉进而封 永不止息 天下大事 分酒必和合酒必分 自汉末黄金以来的乱世 很快进入最后的四十年 故事由此开始 魏正十五年 一道惊雷从九天之上落下 宛如一柄 长枪刺在茫茫群山之间 杨征忽然睁开眼 脑海中各种记忆混合 旋转 仿佛钢针一般齐齐扎来 头疼欲裂 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 然而回应他的 只有山谷中的鸟鸣 周围尸体枕机 残枝断壁 红的白的散落一地 一杆惊奇展落在血泥中 失去了本来颜色 依稀可见 秀着一个位置 也不知被多少双脚践踏过 恍惚了一阵 风中夹杂的细雨 让杨征稍稍清醒 前世与今生的记忆融合在一起 虽仍有很多模糊不明的地方 但也明白了 现在所处的时代 大致知道 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 大将军 曹爽听邓阳 李胜之谋 欲取汉中 补弃在军功上短板 会和夏侯玄 郭怀十万之众出落骨 贸然进攻汉中 十汉中守军不到三万 兵力空虚 其料 蜀国虽然没了诸葛亮 魏延 但王平也非泛泛之辈 先一步恶守兴士山东西险要 多张旗帜 绵延百里 将十万卫军死死堵在秦岭之中 三个月下来 卫军泪功不下 人困马乏 攻击困难 牛 马 罗 屡死伤遍地 连协助运凉枪 堤不足都怨声载道 其后 蜀大司马蒋婉岭 扶军增援 大将军废一自成都都军赶到 卫军进退失据 形势大不利 参军杨伟 与都督下喉玄劝 曹爽击退 燃废一料卫军将退 率军绕道战据神岭 崖岭 分水岭 将十万卫军锁在落骨之中 卫军败王之相已录 此战极为后世不太著名的姓氏之战 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浑川的这个军官 姓杨明征 自云兴 今年刚满二十 已在从军五年 是卫军五卫营的一个百人将 没靠山没家事 父子两代 一辈子吃曹家的军粮 打生打死 老父前几年追随司马懿征讨辽东 没死在战场上 倒是冻死了 父子两代鸡弓 赶上大将军曹爽 提拔清姓 因稍有武力略通文末 被提拔为百人将 管着手下近百号人 也仅比都博高一级 别看待这个将字 其实离将军十万八千里 在这乱世里 属于蝼蚁级别的存在 杨征检查了一下全身 盔甲完好 身上也没有伤口 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时代这环境 随便一个伤口 就能要了性命 不过后脑勺的疼痛 时隐时现 似被重物击打过 这也导致有些记忆 断断续续 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 杨征忍不住心里一阵烦躁 也不知道老天爷 为啥把他丢到 这个要命的时代 早个几十年 说不动还能凭借 穿越者的优势 提前去勾搭些名臣猛将 在这乱世里 开拓一片江山 过一把穿越者的影 而现在三国大事 已经尘埃落定 那些名震古今的名字 已经消失在 时代的长河之中 只剩下司马氏一家 独领风骚 纵观整个华夏历史 杨征最讨厌的 就是司马家 司马一三父子 因狠克毒 其子嗣的 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直接拉低了 整个华夏的底线 曹伟好歹 还讨平南匈奴 败仙卑 灭乌环 收服枪低 破高沟离 开通西域 基本上把周边的一族 都吊打了一遍 在华夏历史上 也算威名赫赫 然而司马家 纠战雀巢之后 华夏直接遭受 灭顶之灾 曾经匍匐在脚下的 小角色 全都抖擞起来了 不仅轮流吊打进士 还灭了西径 最终弄出一个 五胡乱花 一将无能 累死三军 皇帝无能 整个国家都为之陪葬 要不干脆投降 蜀汉算了 杨征忍不住心中 生起一个念头 毕竟自己前世也姓刘 说不定还能跟 老刘家攀上点关系 每一个华夏人 都有大汉情节 据说蜀汉大将王平 当年也只是曹卫一匹将 不过这个念头 在心中紧紧一闪而过 诸葛亮离世后 蜀汉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也是矛盾重重 即便站住脚了 十几年后 蜀汉也差不多灭亡了 别人或许能投降司马家 混个一官半职 自己这个二五载的下场 只能是千刀万剐 魏国不好混 蜀汉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外来户肯定要受到排挤 好歹在后世读过基本史书 也知道什么是天下大事 魏京一统无数 是大势所趋 胡思乱想了片刻 杨征不禁哑然失笑 貌似自己的级别和身份 也没资格谈什么大事 就算一枪赤诚的投降蜀汉 人家也未必看得上 能在这场败仗中 活着回去就不错了 刚想到这些 便听到地面前方一阵嘈杂 人味道 一杆杆汉字大旗 有远极近 杨征心中咯噔一下 现在想跑是不可能了 关键也不知道往哪里跑 到处都是山 能跑到哪去 心中一横 干脆躺平地上装死 借着尸体的掩盖 杨征偷眼望着来军 当现一赶汉镇 北大将军王的崖旗 旗下一江顶盔带甲 身躯雄壮 手持长朔 威风凛凛 左右士族阶 身披重甲 背负还手大刀 手持大弓 行走间杀气腾腾 此人便是蜀汉都镇汉中的 大将王平 若是能提着此人的脑袋回去 恐怕至少能混得杂号将军 不过在看到他身边的假事之后 杨征迅速打消了念头 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生猛 身材健硕 面身横肉 一看就是刀尖填写的亡命之徒 记得蜀汉有一只武当飞军 其统帅正是王平 莫难道就是眼前的这只 虽说前世当了三年义务兵 但也没玩过刀子 他打消砍王平人头的念头 十数个蜀军却提刀向他走来 杨征心中一惊 莫不是被发现 刚才没跑 现在更不可能跑 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 招募当地满勇 组建无荡飞军 极善山地作战 精通弓弩 在山岭间如履平地 躲在尸体之下的杨征心都 跳到了嗓子眼 而他也没想错 蜀军的确为人头而来 抡起大刀砍下尸体的首级 几个蜀军边砍边 骂骂咧咧的 首级几为军功 覆盖在深周的尸体 很快被拨开 眼看就要轮到自己了 那锋锐的刀锋 仿佛在自己脸上刮来刮去 死亡的冰寒深入骨髓 没想到刚刚穿越 才半个时辰不到 连个屁都没放一个 就要被砍了脑袋 难道自己穿越过来 就是为吃这一刀 老天爷 这不是玩自己吗 杨征心中一阵哆嗦 要不起来 投降算了 刚这么想 就听到身边一阵喝骂声 只见一尸体忽然跃起 三两步冲到王平马前 跪在地上 小人愿归顺大汗 杨征看得直呼内行 从他诈尸道奔跑到跪下 动作一气呵成 简直是行云流水 连那几个蜀军都没反应过来 自己可万万做不到这么流畅 而且自己早醒小半个时辰 居然没发现这死 不禁在心中默念人才二字 一声剧烈的马丝声传来 打断了杨征的所有幻想 只见王平战马人立而起 手中长硕顺势麾下 连一声惨叫都没传来 长硕从头顶灌入 将那人钉在地上 黑的红的白的一起流淌 周围蜀军以怪异的腔调 齐声欢呼 大将军神勇 仿佛一块鱼耳投入鱼池之中 士气忽然间高涨起来 王平意识红光满面 抬手抽出长硕 尸体仿佛被抽去了几股 软软倒下 杨征瞳孔症的老大 肠胃中忍不住一阵翻腾 这还不如被砍了脑袋利索 身头是一刀缩头 也是一刀 那就只能完命了 杨征的手紧握住长刀 好在老天爷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 就在几个蜀军继续磨刀霍霍的时候 北面一起游远极近 报大将军 前方崖岭发现夏侯悬布 王平全身一阵 夏侯悬为魏国征锡将军 都用梁朱军事名震天下 若能擒住此人 无疑能撼动魏国 地上的几百颗人头 显然无法与夏侯悬相比 王平当下挥动血红的长朔 全军极尽 擒杀夏侯悬 杀 蜀军的顿时亢奋 嘶声大呼 整个山谷都惊动了 鸟雀乱飞 地面轰隆隆地震动起来 蜀军加速向北而去 杨征终于松了一口气 望着地上的那位人才的尸体 某种程度上 他是替自己死的 若是自己冒冒然上去起降 这个遍地屠夫的时代 人命实在太微不足道了 过不多时 北面喊沙声隐隐传来 东 南 西三面不断由蜀军包围而去 山川间隐隐能望见他们的旗号 杨征总觉得 脑海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想起来 但此时此地 也没时间想那么多 活命要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蜀军极善山地作战 天时人和地利 全在蜀人之手 卫军根本没有胜算 换言之 这场战争都有些莫名其妙 大将军曹爽 以郭怀为前锋 前锋没被带到 中军却被困住了 杨征再摸了一遍尸体 寻常有用的东西 运气还算不错 找到两块饼 也不知什么东西做的 鸡不择食 狼吞虎咽 差点没把他噎死 吃了东西 精神就好多了 身上也有了力气 能在这乱世里 入曹魏的五卫营 活下来 没点武力是不行的 而五卫营的前身 便是大名鼎鼎的虎豹旗 身体的原主人 身体雄健 在山林间行走 也不觉得多累 北面他是不敢去了 那里正在大战 他没兴趣去送死 看鼠人的气势 怕是要生吞了曹爽与夏侯璇 只能往秦岭大山中走 躲避冰封 五月的天气 山中倒是不缺吃的 野果遍地 只不过比较缺水 十余万大军崩溃 一大原因就是缺水导致的 不过 山中的溪流 满足不了十万卫军的需求 满足杨征一人 还是够的 晚上 还靠拙劣的陷阱 带住了一只野兔 全身湿漉漉的 连个萤火之物都没有 只能以刀剖枝 生吞下肚 这时代的野兽 根本不怕人 兔子如此 狼也是 黑夜中的丛林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眼睛 如同亡魂一般 山中除了狼 还有熊 豹 老虎 野猪等凶猛野兽 好在北面山谷的血腥气 吸引了绝大部分野兽 唯一威胁 就剩下毒蛇 不过他很快就知道 野兽毒蛇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虫子 无处不在 轻轻盯上一口 瞬间就肿起来 有些虫子 还专往肉里钻 要用刀挑出来 杨征一夜都不敢睡 手中紧紧握着还手刀 黎明十分实在扛不住了 才不知不觉睡着了 一个时辰不到 被狼嚎声惊醒 杨征不敢再往林中走了 那样只会死得更快 更痛苦 一个人是无法与大自然抗争的 这个时代的秦陵 很多地方都是原始森林 从来没有过人烟 思来想去 唯有脱下卫军的志士盔甲 走回大陆 只一夜间 道路两旁到处是倒闭的尸体 绝大多数是卫军 一些野狼和野狗肆无忌惮地啃食尸体 天上的乌鸦也来凑热闹 尸体中隐隐传来断断续续的身影 似乎还未死透 幽绿色狼眼望见杨征 丝毫不避让 恶狠狠地露出獠牙 一种吐死湖杯的悲凉 忽然涌入心间 可惜 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 杨征记得历史上 东汉人口五千万 而经过汉末三国 人口瑞减至八百万 还不到后世一个一线城市的规模 如果司马氏父子能终结这乱世 还天下一个太平也就罢了 可惜 他们给这片古老的土地 带来更深重的灾难 正思索间 背后一阵马蹄声传来 只见一个蜀军斥后策马奔来 你是何人 报上名来 我乃山中猎户 见山下大战 前来寻些衣物 杨征张口就来 但一开口 心中就暗叫糟了 两人的口音明显不同 那斥后恍若未决 语气变得温和 两军交战 此地不可久留 你快些回去 然而 他胯下战马的速度 却丝毫未减 只要他手中的长矛稍稍一横 杨征的小命就没有了 躲还是不躲 电视火光间 杨征全身忽然汗毛倒立 一股寒意兜头颇下 身体仿佛本能一般拔刀而起 与此同时 蜀军斥后的长矛也到了 直辞他的面门 在那一瞬间 杨征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习惯性的挥刀 习惯性的躲避 甚至不需要思考 刀光闪过 赤后的整个左肩已被斩落 鲜血击飞 杨征的脸上 一阵火辣辣的疼痛 被划过一道长长的伤口 手上长刀也被震飞 手臂一阵剧痛 还好没有骨折 长矛若是再向右半分 他的整张脸都会被撕开 赤后在战马上颤抖了两三下 跌落在地 喂 贼 依旧在咬牙痛骂 杨征愣了足足半炷香 才走上前 看着那张比自己还年轻的脸 心中一叹 他的半个肩膀 连同手臂被斩下 血污中露出森森白骨 显然是活不成了 远处灌木中 野狼嗅到新鲜血腥 徘徊不去 这便是乱世 没有想象当中的挥斥方球 没有英雄美人 只有杀戮 杨征全身也在颤抖 很明显身体和灵魂不够契合 他颤抖地提起刀 撕了下去 喂 事后终于气绝 不过杨征在他脸上 分明看出了一丝解脱 让他在这荒山野岭中等死 或者被野兽一块一块啃是血肉 才是最痛苦的 与其如此 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 杨征心在颤抖 身体却很平静 战马失去主人 速度慢了下来 在荒草间散漫行走 杨征赶紧追上去 扯住缰绳 又从赤后的衣袖中 搜出了饼 水囊 腰牌等物 看这个赤后体型 与自己相差无几 干脆包下他的衣物 穿在自己身上 其实 蜀军与卫军盔甲的样式 都差不多 同样继承自大汉 只是颜色和细节略有不同 汉虫火德 所以盔甲多为暗红色 曹魏戴汉而立 又为北方大国 是以上水德 盔甲多为玄黑 骑上战马 杨征才有了几分 在这场大战中活下去的底气 而此时 北方的喊杀声仍在继续 关中通往汉中的三条路中 唐落到最近 只有四百里左右 南段伊唐水 名为唐谷 北段为洛谷 看似路程最短 实则最难走 山路最为崎岖 处处是悬崖峭壁 而落道中缺少水源 此战蜀军前出 恶住唐谷中的信氏山 魏军便被挡在落骨中 补给困难 而蜀军的意图 不仅是挡住魏军 废一领数万大军 从山林中绕后 近战神岭 崖岭 分水岭险耀 遇困死十万魏军 杨征骑在战马上 又穿着蜀军赤后的皮甲 一时倒也骗过了几拨蜀军 战场异常混乱 绵延近百里 蜀军站住山岭 以弓弩射之 落幕滚石 自山岭坠下 魏军伤亡惨重 无法维持阵型 其后 蜀军锐足居高临下 四面扰击 魏军大乱 不过魏军也并非 全无还手之力 夏侯玄的十万雍梁军 是魏国精锐 在司马懿手中 屡次抵挡住 诸葛亮的进犯 而曹爽手中的 五魏营朱营 更是魏国进军精锐 在人困马伐的情况下 依旧英勇抵抗蜀军 若非受地形所累 蜀军又怎是对手 杨征刚进入战场 便听到西面林中的打杀声 寻声而去 拨开草木 见百余蜀军 围住三十余魏军 乱箭之下 前排魏军被射成了刺猬 不过他们的铁甲颇为精良 身受重伤而不退 死死抵在前面 放完弓箭之后 蜀军以长矛推进 煞时间 三十余魏军 便被乱矛刺成了筛子 成片地倒下 没有一人投降 血流遍地 有几人一时未死 在地上哀嚎 转眼便被蜀军割下了人头 杨征心中叹了口气 便要转头离去 然而此时 蜀军中一人喊道 你是何人 杨征一惊 只觉得那人的眼神 仿佛两把刀子 难道被他看穿了 此时若是开口 便是被对方发现 口音不对 魏极多想 十几名蜀军持长矛包抄过来 杨征想也不想 把马便跑 丢下一路的呼喝声 然而没走上几里 便能听到魏军临死前的呼喊 仿佛一把把刀子 在缓缓切割他的心 今日有死无声 诸军可随谋死战 东面草林中爆发 一阵呼喊 但这喊声 也吸引了不少蜀军 包围过来 杨征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 跟了过去 只见一员魏将 持刀立在百余魏军之前 威风凛凛 黑色的甲皱上 沾满了血污 连他的脸也被染红 横眉冷对 围拢过来的蜀军 怡然不惧 他的脚下 横七竖八 散落至少二十具蜀军的尸体 此人之无勇和胆气 可见一斑 将为兵之胆 一员蜀将不愤 灰毛而出 贼将羞得猖狂 蜀军一阵呼吓 为其助威 魏将挺刀踏前两步 大喝一声 受死 声如雷震 响彻山野 在场之人 无不被其威势所射 几名蜀军的长矛 掉落在地 杨征胯下战马 也忍不住一阵惊恐的丝鸣 就在这一瞬间 魏将手中长刀挥出 宛若瀑布飞凉 抹过那圆蜀将的脖梗 所有人都摒弃凝声 须于 蜀将的人头 从脖梗上滚落 腔中鲜血喷出 身体软软倒下 而魏将手中长刀 不染丝毫血污 一脸猙獰 西凉庞慧在此 可敢再战 杨征心中不禁骇然 西凉庞慧 不就是勇将庞德之子 他儿子都如此生猛 难怪当年庞德敢台关占关羽 蜀军一时面面相去 居然无人敢动 这些年 魏国名将相继陨落 但毕竟有这么大的疆土 人才层出不穷 而蜀国人物日渐凋零 在场魏军士气大震 蜀军面有巨色 庞慧抓住时机 提刀携指 杀 身后士族人人振奋 挺毛前推 蜀军胆气已丧 终于有人扔下武器 一哄而散 想要一个人在这战场中活下来 几率太低了 随便什么就能要了命 杨征记得 历史上的曹爽和夏侯玄都 安然回到关中 也就是说 只有跟着大部队 活下来的几率更大一些 一念即此 杨征牵马上前 败在庞慧面前 五位赢百人将杨征败见庞将军 当年关于水焰七君 于静投降 庞德誓死不详 为关于所杀 魏武为表彰忠良 追侍为壮侯 文皇帝继位后 后次庞氏 因庞慧永烈 有先父之风 封列侯 卓为中卫将军 隶属中军 执掌洛阳恭敬 名义上 还是杨征上司的上司的上司 所以有些耳闻 五位赢 庞慧杀气腾腾的毛子扫来 杨征心中意寒 赶紧递上腰牌 属下为贼军所困 杀出重围 不得已换上蜀军盔甲 庞慧看了看腰牌 甩手扔了过来 你小子倒是机灵 杨征心中意松 知道这一关算是过了 眼下卫军大败 冒充卫军没有意义 而且 杨征一口地道的洛阳口音 就是最直接的身份证明 庞慧又问了一些洛阳的风土人情 杨征对答如流 渐渐打消了他的怀疑 追杀蜀军的人 陆陆续续返回 带回一些溃军 兵力增加到两百余人 其中居然有十几名五位赢 认出了杨征 不过他脑袋受过伤 记忆断断续续 有很多残缺 不认得他们 心中打定主意 一定要抱紧庞慧这根粗腿 这个念头才在脑海中晃过 面前的庞慧 忽然身子摇晃了一下 扑斥一声 血沫子喷了杨征一脸 然后 铁打一般的人软软倒下 将军 将军 周围士族大惊失色 杨征呆若目击 脸上还流着庞慧喷的血 心里一片冰凉 这 靠山山道 靠人 人转眼就不行了 杨征一口老血 差点也喷了出来 将军 将军 几个心急的士族 咬耸着庞慧 而他的脸越来越惨白 没有一丝血泽 你们躲开 杨征有气无力道 再让他们这么咬下去 活人也给咬死了 五位赢百人江 虽然是蝼蚁 但在一群蝼蚁中还是有些地位的 几人连忙将庞慧的身体放平在草地上 杨征检查一番 才发现庞慧刚才的生猛是装出来的 身上大小伤口十几处 早就到了游进灯窟的地步 不过他铁打一般的身子 有盔甲防护 才没有致命 扯了一些干净衣物 为其包扎 又为了些水 能做的只有这些 是生是死 就看不靠谱的老天爷了 服务双至祸不单行 刚弄好庞慧 蜀军的喊杀声就来了 众人你忘我 我看你 也不知谁吼了一声 然后一哄而散 刚刚还有些规模的队伍 眨眼之间就剩三十几人 三十几人中 一半是五位赢 众人大眼望小眼 有人带着巨色 有人跃跃欲试 有人茫然 杨征这时有两个选择 一 带上庞慧 二 自己骑马逃窜 然而 在这十几万人的大战中 个人的力量终究太过弱小 尚在犹豫时 庞慧已被清兵王阿西扶了过来 杨征咬咬牙 将庞慧扶上自己的战马 打势不能打的 蜀军差不多百人 装备精良 建制齐全 而这边只有三十余人 好在蜀军也分散了 去追杀其他人 五位赢到底是曹魏的精锐 身体素质强悍 山高灵密的 找个山沟猫着 五岳山林植被茂盛 一点痕迹都没有 一个多时辰 山中渐渐恢复平静 将军醒了 将军醒了 王阿西欣喜道 为了些水和干粮 庞慧脸色好转 杨征奋出一队去打猎 一队去寻找水源 一队四处哨探 看看外面的情况 天色将暗的时候 士族带回水和猎物 又寻回一些干柴 不过夜色中点燃篝火 无异于自杀 山林中散布着蜀军事后 幸好此时 一个叫灵狐胜的五位营 寻到一个山洞 众人挪了窝 才敢点起一堆小篝火 用庞慧的铁盔烧了些水 杨征与王阿西 仔细为庞慧清洗伤口 又撕下几片衣物 煮沸烤干 算是简易绷带 士族们自行烤肉 一番折腾 弄好已经是夜深 杨征又用铁盔煮了些汤 喂给庞慧 喝下之后 庞慧脸上终于有些血色 没多大一会儿 便沉沉睡去 周围士族也大多疲惫 除了守夜 大部分都睡着了 杨征却怎么都睡不着 听着外面有一声 没一声的狼嚎 顿时有些心潮起伏 见识过惨烈的死亡 才知道 如今是个什么事的 脑中的散碎记忆里 似乎跟曹爽联系颇深 想来不觉得奇怪 吴卫英一直是曹氏的嫡系 军中将校 当然是他的人 但 曹爽如何斗得过司马懿 这艘破船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沉了 怎么办 凭借自己懂点历史大事 帮曹爽斗司马懿 玄机 杨征不禁为自己的愚蠢而失笑 曹爽若是听人劝 也不会这场大败 其实在法蜀之初 已经有不少人提醒过他 但他一概不听 一个人的性格 终究会决定其命运 再说自己什么身份 曹爽会听吗 就算听了 能斗得过司马父子 恐怕到时候 自己还要死在曹爽的前面 辗转反侧间 不知不觉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 被外面的动静吵醒 杨征感觉 仿佛回到了前世的军旅生涯 在时时刻刻的生死威胁之下 生存本能的激发下 人处在警惕状态 四周稍有动静 就会惊醒 出洞外查看 却是灵狐城在练刀 不乏灵活 身轻如燕 往来藤膜间 刀光阵阵 大开大合 颇有几分威势 一看就是用于战阵的杀招 没有丝毫花巧 昨日亡命逃窜 注意力都留在庞慧身上 没留心其他人 今日见到灵狐圣 忽然觉得 这人也不简单 身高体长 四肢健壮 面容俊朗 典型的汉家好狼 举手投足间 自有一股男儿雄剑之气 却又带着几分儒雅 年纪与自己相仿 灵狐 灵狐 似乎在这时代 也是一个大姓 灵狐圣见杨征 收了架势 拱手失礼 杨将军 好刀法 杨征真心实意赞道 灵狐圣微笑道 属下斗胆 请将军赐教 杨征一愣 心里有些犹豫 原主肯定是会武艺的 不然也混不进五位赢 更当不上百人 将 不过自己 别人都上门挑战了 不接受是不行了 杨征也很好奇 自己身手到底如何 刀光剑影的乱世 不会砍人 肯定是不行的 是骡子 是马总要拉出来溜溜 刺教不敢 你我切磋一二 杨征拔出腰间 还手刀 言语甚是客气 见杨征如此放低姿态 灵狐圣好感大声 将军说笑了 二人迟到二对 灵狐圣气势沉稳 杨征心中略略忐忑 眼神碰触的一瞬间 杨征率先抢弓 也没什么章法 融合军体拳的招式 上去就是一阵乱劈 园主身体素质没话说 灰砍间 全身肌肉凭借记忆调整 倒也有几分气势 灵狐圣防守 滴水不漏 打着打着 杨征的真实水平就漏现了 灵狐圣一开始是小心翼翼 后来就有些漫不经心了 无论杨征怎么灰砍 永远都无法攻破他的防守 不免有些心浮气躁 当然 只是切磋而已 两人手上都留着分寸 未尽全力 就在杨征气力不济 步伐混乱的时候 灵狐圣忽然跨前一步 进了一个身位 挤入杨征的内环 方寸之间 杨征的刀顿时 就挥砍不下去了 措手不及 灵狐圣反手一刀推进 刀背打在杨征手上 啪的一声 杨征的刀掉落在地 好刀法 场外 士族们欢呼 连庞会不知什么时候 站在其中 杨征面红耳赤 被下属这么击败 实在没面子 但其实心中透亮 灵狐圣手下留情了 若是战场性命相搏 轻则断腕 重则人头落地 莫非姓灵狐的 都是武林高手 杨征想起令狐冲 既不如人 也没什么好说的 索性大大方方地承认 灵狐兄弟刀法精湛 我不急也 灵狐圣微微气喘 眼神有些迷惑 将军承让 杨征又客气了几句 态度真诚 让灵狐圣眼中的迷惑 变成了好感 虽然败了 不过收获也不是没有 回想起几天前 生死存亡的一瞬 身体本能的爆发 那宛若惊鸿的一刀 心中多了几分领悟 庞辉若有所思的目光 扫过二人 接下来几天 只要有时间 杨征就找灵狐城切� 毕竟年岁相仿 杨征坦荡 灵狐圣也不是什么 毕竟年岁相仿 杨征坦荡 灵狐圣也不是什么 小肚鸡肠的人 有问必答 杨征的还手刀 逐渐有了些章法 至少灵狐圣 不能在想如之前 轻松击败他 庞辉醒来 众人仿佛又找到了主心骨 杨征心中也安定不守 在丛林中折服了两日 休整了一番 庞辉身体大有好转 才开始小心翼翼地 继续向北 一天才走十几里路 一半的时间 要搜寻食物和水 庞辉挑了十三个身强体壮的 作为斥后 分散前后左右哨探 路上多次击败小谷蜀军 收拢了不少败军 队伍扩充 接下来的两天 不断收据溃兵 队伍扩充至八百人 庞辉做起了甩手掌柜 将八百人的吃喝拉撒 全都甩给杨征 二三十人没问题 打打猎 搜减战场上尸体还能凑合 八百人就难办了 好在残军中有不少低级军官 只要弄好剑制 也就不难管理 但一切都是建立在 不饿肚子的前提下 阳征绞尽脑汁 维持着后勤 靠野果 野菜 打猎 搜减尸体 偶尔还能寻到一头马尸 勉强维持 不过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天气渐渐转热 马尸和猎物越来越少 水源也越来越少 而且 落骨中不止他们这一只溃军 有时为了抢夺食物 同时卫军也会拔刀相向 人恶极了 什么都干得出来 杨征亲眼看到 有不少尸体 有被弯踢的痕迹 不过 人多了 人心就开始复杂起来 即便是这八百人 也分成了几股势力 雍良军 五位营 中磊营 中坚营 全靠庞汇这个中卫将军压着 杨征身边也聚集了 87名五位营士族 是残军中的第三大势力 第一不是庞汇 而是雍良军 近三百人 由都卫杜斩统侠 杜斩出身关中大足度是 在雍良军中 极有声望 第二才是庞汇 有人的地方 就有江湖 雍良军 似乎将对大将军 草爽的怨气 转移到杨征身上 摩擦从未停过 不是征水 就是征石 不过在庞汇面前 大家还都是客客气气的 将军 自重 发现蜀军之重 王阿西一脸狂喜回报 庞汇 杜斩 杨征 以及几个屯掌同时战起 蜀军固然能在山林中穿插 但他们的资重却不能 必须走洛骨 洛骨的恶劣环境 同样制约蜀军 敌人有多少 庞汇 沉声道 王阿西一愣 支支吾吾道 一 一千 两千 赤后为耳目 一向是军中精锐 既要伸手敏捷 还要头脑灵光 这些灵石工 显然不合格 庞汇脸阴沉下来 到底是一千还是两千 周围瞬间升起一阵寒气 庞汇就像变了一个人 冷酷而严厉 或许唯有如此 才能领军 一千蜀军 其余都是冥夫 王阿西全身一抖 庞汇低头不语 杜斩瞥了一眼王阿西 眼神里带着幸灾乐祸 你们意下如何 庞汇目光扫过杨征 杜斩 以及几个屯掌 杜斩抢先道 我等出其不意 定能一举击溃蜀军 庞汇又望向杨征 杨征拱手道 只能放手一搏 周围士族眼中都闪着幽光 仿佛一头头饿极了的狼 庞汇站起身 扫了一眼众人 不错 只能放手一搏 输军随我截杀输军 以八百精锐 偷袭一千资重兵 加上手无寸铁的明夫 胜算颇大 王阿西在前带路 八百余人紧随其后 翻过两道山丘 就见到峡谷里 蜿蜒着一条长蛇 明夫推着木车 缓缓向前 蜀军持长矛 互在资重两边 军容速整 士气高昂 其中还有不少假士 一手持刀 一手持盾 百余骑兵来回寻见 杨征粗略地看了一下 蜀军当在两千上下 一看就是精锐 诡异的沉默 忽然弥漫开来 众人脸上 有了退缩之意 但若是没有食物 这支八百人的队伍 也将崩溃 其实已经没有选择 庞辉的脸 再次阴沉下来 王阿熙 王阿熙的脸 异常难看 小跑过来 跪在庞辉面前 将军数 最后一个 罪字还没说完 枪的一声 还手刀已然出鞘 在所有人精锐的眼神中 刀锋劈掌而下 王阿熙的人头 依然落在地上 脖梗中鲜血喷飞 几点鲜血 溅在杨征脸上 还是温热的 王阿熙的人头 缓缓滚到脚边 还为涣散的瞳孔对着他 脸上神情 还混杂着惊讶和恐惧 这几日 庞辉伤重 全是王阿熙 跑前跑后 不辞辛劳的照料 如果连他都能随手斩杀 那么在场 又有谁不能杀 杨征忍不住心中 打了个哆嗦 庞辉一碗刀锋 刀刃上不沾一滴鲜血 冰冷的眼神扫过众人 敢不用命者 皆如此人 众人一震 神情全都严肃起来 杨征 你因本部突然 吸引贼军主力 待其混乱 杜斩因本部攻其后 本将攻其前 庞辉一道道命令扔下 诺 杜斩败在庞辉面前 眼角余光 却盯着杨征 杨征瞬间就明白了 庞辉的用意 简而言之 就是以他为诱饵 冲乱蜀军 试探蜀军战力 而如果蜀军临危不乱 战力强大 杜斩和庞辉 很可能不会出手 做事自己被蜀军吞灭 杨征心中生起寒意 说起来 他还是庞辉的救命恩人 转眼就冲自己捅刀子 你听清否 庞辉森然的目光 如同他手中的宝刀 杨征赶紧下拜 诺 好 此次若能返回洛阳 本将为诸位请公 共享富贵 绝不食言 庞辉的脸变得和蔼起来 收刀回撬 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脚下 王阿熙的血缓缓流淌 杨征深吸一口气 走回五卫营士族之中 众人虽然面有怨气 但军令如山 无人敢反抗 五卫营作为卫国中军精锐 几十年来 几经辗转 从未失去血性和无勇 杨征一言不发 提刀走在最前 这世道就是如此 人人都在刀尖上跳舞 见多了死亡 自然就知生死于杜外 而且 以刚才的情况 只要敢说个不字 庞辉一定毫不留情地 砍下自己的脑袋 你想抱大腿 大腿却想踩死你 心中不禁后悔起来 早知道庞辉翻脸无情 还不如一个人蹲入大山 将军 林胡胜低声提醒 杨征一个机灵 抛开脑海中的无数念头 集中心神应对眼前 回望一眼 一张张坚毅的脸 这些时日的相处 杨征已经赢得了他们的敬重 蜀军已在摆布之外 杨征领着众人 在草丛灌木中靠近 蜀军非常警觉 前后不断有骑兵巡舰 还有武士不时便被发现了 杨征一跃而起 杀 杀 吴卫营跟着跃起 怒吼着冲向敌人 蜀军迅速做出反应 长矛架起 弯弓搭箭 乱箭如雨 身边不断传来 众箭的闷横声 杀 杨征也怒吼起来 人被逼到了绝境 也就变得疯狂了 几名众箭的士族 只要没倒下 就怒吼着向前冲 势若风虎 一往无前 八十七人 仿佛变成八百人 八千人 蜀军训练有素 但被护在阵中的民夫们 却受到了极大惊吓 四散奔逃 让蜀军阵列略微混乱起来 机会 杨征眼前一亮 一刀砍开此来的长矛 躲开斜此来的两只长矛 侧身撞入敌阵 几乎是本能的挥动还手刀 身边带起一阵震血花和惨叫 单打独斗 杨征或许不行 但在战场上 这种大开大合的刀法 颇为有效 灵狐胜一步一驱跟在身边 两人合力 撕开一个缺口 五卫营人人都是刀尖填写多年的勇士 亦随之突入 一旦近身 蜀军的长矛 在此时反而成了累赘 还手刀轻锋迟突 所向无前 这个时候 五卫营的骁勇完全体现出来 一人能战三名蜀军 四五人成列 互相配合 二是与蜀军无法靠近 越是受伤 越是刺激他们的凶性 只要没倒下 就奋力向前砍杀 然而 蜀军一死战不退 刀盾甲氏 从东西两面挤压 外围三十余骑兵 狂奔而来 杨征感觉自己面前的一切 都变成了血色 身上中了两刀 虽为伤及要害 伤口却一直在流血 灵狐胜也全身是血 不知是敌人的还是他的 杨征猛然回望 发现能站着的只有四十余人 有人被挂在蜀军骑兵的长矛上 有人被刀盾手乱刀分尸 有人被踩成了一滩血泥 厮杀至此 差不多大半个时辰 蜀军已经被调动起来 冥夫士族自相冲撞 乱象一线 而东面山丘上 没有丝毫动静 难道庞会放弃自己了 杨征如坠冰枯 众人被围在该心 被靠背 蜀军乱毛攒刺 四十余人变成三十人 二十人 十人杨征满脸血污 自寸今日要葬身于此 心中万般不甘心 他从未想过 要在这乱世中大富大贵 只想活着并且活下去 简单的愿望成了奢望 心中的郁闷冲到嘴边 大吼一声 庞会 声音在山谷中回荡 庞会 庞会 昂 东面山丘上 忽然传来一声嘹亮的马丝 战马人立而起 马上之人黑甲轻增 犹如九天之上的神将 手中长刀 如同一团烈日 长刀麾下 烟尘大作 草木杂树都跟着摇晃起来 沙 喊沙声在山谷中来回传动 伺有千军万马在山丘之后 蜀军全都惊讶地 望着东面 望进了眼前的厮杀 就连杨征也呆住了 庞会的出场 实在太过震撼 犹如神柱 由此可见 他这个中卫将军 也不全靠其父硬币 杀 庞会策马从山丘上一跃而下 身后百余甲势 宛如神剑从天而降 几十个汉勇蜀军 物字挺毛在前 但转眼就被愤怒的卫军淹没 无论是雍良军 五卫营 中壘中坚 都是厮杀了几十年的强军 民夫们四处乱窜 恐惧亦随之扩散 庞会一马当先 手中宝刀一挥 借着居高临下的马士 两颗蜀军人头飞起 卫军兵分两路 一前一后包抄 仿佛张开的血盆道口 欲吞掉蜀军 终于 蜀军崩溃了 扔下武器 向南逃窜 即便有些汉勇之辈固守阵脚 但终究无法挽回败局 杨征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汗水混合着血水一起滴下 灵狐乘治刀鱼地 怒道 好个庞会 一阵爽朗的笑声 哈哈 你小子不错 这次回去 我定要给你请公 庞会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脸春风 他能当什么都没发生 杨征却不敢 更不会忘记 他砍下王阿西人头时的心狠手辣 挣扎得起身 给他行礼 拜见将军 你我之间无需多礼 庞会一脸热情 这次多亏你 我们截获了三千十粮 盔甲兵器一千套 何以如此之少 杨征不由地惊讶起来 庞会笑道 不少了 蜀国一周之地 国力凋敝 怎能跟我大位比 若是从蜀中运粮至此 三万十能余下三千 已经不少了 历史上诸葛梁历次新兵 都为运粮费尽心思 蜀国固然有山川之险 但正因为山川阻隔 让诸葛丞相的北伐大计 难上加难 这次能下退蜀贼 多亏杜斩 庞会有意无意道 杜斩 杨征眉头一皱 不错 正是他献上的宜兵之计 掐准时机 方有此大胜 当然 你浴血奋战 功劳不在他之下 杨征心中一阵愤恨 出战时五十多人 回来只有四人 功劳却是杜斩的 郑狱争辩 忽然见到庞会眼中 闪过一丝幽光 心中一动 庞会外表粗豪 实则心思深沉 难道是在故意挑拨 只能说 有这个可能 自己跟杜斩斗得越狠 他对这支残军的掌控力 便越强 这也算带兵的惯用手法 你好生养伤 剩下的是不必管了 庞会见杨征久久不语 顿时也没了寒暄的兴趣 庞会走后 灵狐成冷哼一声 满脸怒气 庞会欲转换门庭 哦 杨征看着灵狐胜 似乎他比自己知道的更多 两人在战场上互相扶持 杨征已经把他看成自己人 王喜 赵登过来凑热闹 被杨征笑着赶走 雍良之地 已成司马氏根基 国中大将 如郭怀 陈泰 邓爱 石包 王姬 接其门下 先帝唤下侯玄多督雍良 也丝毫没有减弱司马懿的影响力 大将军御界伐属之战 增强对雍良军的掌控 瓦解司马懿的势力 可惜功亏一篑 司马懿的声望越发高涨 庞惠见大将军不行了 欲投司马氏门下 灵狐城两眼泛光 原来司马懿的势力 已经如此庞大了 杨征记得司马巴达 全都身居高位 又与士族互通殷亲 这么多年的盘根错节 俨然已是庞然大物 曹家却一代不如一代 到了如今 已经没有拿得出手的人物 这才是天下大事 天命所归 司马氏不造反 才是怪事 自古只有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的极少 或许以前的庞惠 站在曹氏一边 但这场大败 也足以让他转换门庭 自己出身五位赢 是曹爽的亲信 正好拿来做投名状 至少向雍良军表明了立场 所以 雍良军才和他是一条道上的 自己才是外人 可惜了那些英勇奋战的 五位赢兄弟 全都成了炮灰 人心何其险恶 不过 这也让杨征全身泛起鸡皮疙瘩 历史上高平临之变 曹爽一脉全都被司马懿赶尽杀绝了 那自己岂不是死路一条 不能再跟曹爽混了 见杨征沉吟 灵狐盛冷笑道 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庞氏乃西凉外人 又非大姓 司马氏未必看得上他 杨征苦笑一声 没想到 其中还有这么多门道 不过灵狐盛能知其中深意 想来也不是绅士也不简单 他不愿意说 自己也不好问 第二日 却见杜斩的雍梁军 正在斩杀俘虏 一列一列的蜀军和青壮 被按下头 跪在坑前 其中还有不少半大孩子 和仓发老者 刀锋过处 一颗颗神情麻木的人头滚落 尸体被踹入坑中 雍梁军一阵大笑 杜斩兴致高昂 庞慧也看得津津有味 战场上在惨烈 杨征都能接受 各为其主各为其国 但眼前之事 实在让他难以忍受 将军 杨征败在庞慧面前 哦 是星云啊 所来何事 庞慧心情很好 有了粮食 就能召集馈君 杨征吐出胸中一口闷气 装作如从前那般尊重他 自古杀福不详 我们现在正缺人手 何不利用这些人 为我们运送粮食 庞慧笑道 星云仁义 然我们是在溃逃 若遇战事 这些人必会反叛 不如杀之 以绝后患 说话之间 又有几十颗人头落地 杨征竭力稳定心神 真欲战事 可令其为前驱 冲散敌军 庞慧笑而不语 杜斩冷笑道 这么说来 杨将军是怜民鼠人 此言明显是在挖坑 等着杨征往里面跳 自刘备入鼠起 位鼠连年大战 仇恨今年累月 越积越深 前有定军斩下侯 后有木门设张河 家家户户跟鼠人都有血债 果然 周围雍良君 钟磊 钟奸淫的人 投来愤怒的目光 即便如此 杨征依旧不吐不快 上天有好生之德 将军 够了 庞慧出言打断 脸上闪顾不悦之色 不必多言 说完转身就走 杜斩投来玩味的眼神 杨征心中一叹 自己终究是无能为力 忽然想到 即便庞慧听取自己的建议 安置这些蜀人不会反抗 残军经此一战 锐减之四百余人 根本没有经历管控俘虏 而杀福 才是最合理最效率的 这是乱世的法则 无从更改 越往北走 遭受的阻击就越大 蜀军集重兵于神岭 附近山岭 几乎都在他们手中 穿过神岭救世关中 对雍良君来说就是回家了 从神岭逃难的溃君得知 前方形势不容乐观 出征时的十余万大军与六万名夫 或可死 或被俘虏 或与命战场 或被大山吞噬 剩余之众不足六万 大将军曹爽 督军猛攻十余天 死战不休 伤亡惨重 仍然不得寸进 不过 蜀军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兵力上蜀军还是落在下风 锁平不过是山林险要 除了庞慧这支残军 还有不少溃君 从南面汇集而来 废一 王平恶守神领 蒋婉驱兵从后掩杀 庞慧赵众人意识 杜战如今风头正盛 率先发言 以属下官知 蜀军自兴试山至此 转战四百里 军事已疲 数日之内 我军必能突破神领 魏军从洛谷进攻汉中不利 同样 蜀军从汉中攻入洛谷也不利 补给同样也是一大难题 这场大战至此已经四个月 蜀军反攻也持续近一个月 杜战所言军事已疲 并非虚言 庞慧习惯性地将目光转向杨征 你觉得如何 我军之败非战之罪 杨征很想说败在主将无能 最终验了回去 而是败在地形 蜀国并无全歼我军实力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费一 蒋婉必不会死战 属下以为 此战将很快结束 庞慧点了点头 不错 今日诸君宝石 明日扶晓进军 与大将军会合 曹爽领兵法蜀之初 太父司马懿多次利剑不可 然而司马懿越是劝阻 曹爽法蜀之心越是坚定 如今十余万大军法蜀失利的消息传回 洛阳朝廷惶惶不安 司马懿的声望 无形中再次高涨 若论兵略 朝中还有何人能及 洛阳被曹魏迎建多年 宫阙万奸 楼台伶俐又恢复了昔日大汉的繁华 司马府前车水马龙 朝中重臣接来拜会 却全都被挡在门外 连心腹奖计都不得入内 门历只推脱是老病发作 不能见客 外间一片心急火燎 府内却一片祥和 水泻之中 司马懿正与司马师对异 微风拂过 垂柳摇动 池中清水掀起阵阵液 知其白 守其黑 为天下事 常德不特 复归于无极 司马一只黑子随意落在气盘中 随心之举 看似无关紧要 却令司马师躊躇不前 你心中不宁 这其不下也罢 司马一将手中黑子放回罐中 这么多年 你这涵养功夫 算是白练了 司马师惭愧 而本就不是父亲的对手 司马一淡然一笑 脸上皱纹挤在一起 龙中老太一览无余 只不过偶尔眼中会掠过一道金光 说吧 司马师恭敬拱手 曹爽惨败 十万大军折损近半 雍良 中军大为不满 司马一常常一叹 国家积蓄数年 子孙不孝 一招废弃 郭怀退出了吗 郭怀一接到父亲的密信 就提前撤出落骨 毫发无伤 两人又是一阵沉默 此战之后 曹爽必大师众望 在军中无以立足 司马师说话的速度极慢 仿佛出口的每一个字 都要琢磨一次 司马一站起 望着满池春水 燕子一前一后 在水面上清点两下 鸡尾由于缓缓游动 若无此败 天下将于十年内一同 可惜 可惜 司马师不以为然 曹爽雍鹿无能 夏侯玄孤名钓鱼 他二人何德何能 能成此大功 天一此功 待我父子 司马一冷冷地看了一眼司马师 这一池清水 终究会被风云搅动 司马师肃然 父子二人 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胡听门人来报 中书坚流放 与右光路大夫孙姿求见 别人不见也罢 但这两人是曹魏四朝老臣 参与中书积药之事四十年 深得曹魏朱棣已重 在朝中名望不在司马懿之下 明帝本欲托故于曹宇 秦朗 是他二人力排众议 推举司马懿 此非父亲九后之恩 司马师笑道 司马懿微笑不语 神灵 蜀军的疲态 远远超过杨征的猜想 沿途北境 的确有蜀军拦截 但都是一些二流军队 庞辉一马当先 轻松地杀透重围 且战且走 沿途还收拢不少溃军 此刻神灵已经变成血灵 尸体堆积如山 山崖都被染红 魏军伤亡固然惨重 但蜀军伤亡也不小 双方其实都筋疲力尽 魏军营磊丽于谷中 惊奇遍布 事后尤其往来其中 尽管大将军曹爽 欠缺军掠 但魏军身陷绝境 上下同心 人人都有死至 杨征跟着庞辉 被带入中军大仗 周围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与记忆中的重叠 他们看向杨征 也充满了心情 似乎还带着一丝敬忠 一瞬间 杨征才真正感觉 找到了依靠 中军大营之内 上手两人 左右文武各成一列 背后一众假释 按刀而立 尽管骆骨中环境恶劣 大军缺水缺凉 但营杖之中的人都 面色红润 末将拜见大将军 多多 庞辉单膝跪离 杨征和杜展 都跟着跪了下去 眼角余光 小心翼翼地 扫着上手的两人 一人身形肥胖 眉眼温和 仿佛洛阳市井间的 和蔼长者 只有富贵起 没有锋芒感 让人忍不住生出几分 清静之感 杨征知道 这人就是世青四海 深圳天下的大将军曹爽 旁边一位身形修长 面如关玉 儒雅非凡 长相 气质 都远超后世明星 此人就是夏侯玄 传言他与何彦 司马师 都是名震天下的帅哥 博广一路辛苦了 曹爽从帅座上站起 亲自下来搀扶庞慧 这个时候称庞慧的字 无意拉近了与他的距离 末将无能 只带回这么些兄弟 庞慧就是战起 博广何出此言 此战非你之罪 曹爽边说 目光便挪向身后 忽然停留在杨征身上 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星云 你还活着 杨征一愣 暗道跟你有这么熟吗 心中虽是这么想 但仍旧要装出一副 感激涕灵状 大将军 曹爽快步走来 一把扶起杨征 眉眼间的喜色绝非作为 当日在青木霞 若非你死战 突破蜀军的封锁 我等安能至此 本将亲眼见你 被泪目击头 边说边伸手摸杨征的脑袋 这突如其来的亲密 让杨征惊呆了 这还怎么跳槽 难道穿越的这个园主 还是个猛人 但自己三国演绎 看了前后二十遍 各种三国网文 看了不下一百本 没听说过 有信仰的牛叉人物啊 西晋倒是有几个 信仰的全臣 不过被一个女人 灭了三族 可惜现在不是隋朝 唐末世有杨吾 宋朝有杨家将 最大的可能就是 跟随曹爽 一起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史书从来都是 记载胜利者的 两个大男人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 这么拉拉扯扯的 周围看来的眼神 逐渐变味 这时代搞机的人大把 特别是这些权贵 蓄养男宠 都成了风潮 杨征心中一阵恶寒 自己长相虽然比不上 大帅哥夏侯玄 但五官硬朗 有男儿的阳刚之气 身材也颇为健爽 万一曹爽好 这一口 曹爽这个名字 听起来都有些不正经 左右手的两个文士 眼神明显有些不太一样 其中一人尖嘴猴腮 眼神阴勾勾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杨征不动声色地 挣脱曹爽的手 能再见大将军 实乃天佑之 夏侯玄也咳嗽了两声 提醒道 大将军 几位将军几经艰难 归来不易 以好生休息 曹爽朗声大笑 不错 不错 星云归来 我军逼迫神领 来人 待星云下去 好生休息 而庞慧 杜斩则就这么亮着 杨征心中忍不住负匪 难怪曹爽斗不过司马懿 庞慧才是他该拉拢的对象 有什么话私下不能说 偏偏要在大庭广众之下 搞得这么激情四射 这不是 把自己推火上烤吗 有了庞慧的前车之鉴 杨征实在不敢再轻易相信别人了 如果前三国是看谁会砍人谁的刀子狠 后三国就看谁会玩星眼 自从穿越之后 杨征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不是提心吊胆 就是为食物发愁 夜里睡觉都要抱着刀 还不敢睡熟 生怕半夜被野兽叼走 或被蜀军割了脑袋 眼下回归大军 心中总算踏实了 也就睡得特别沉 梦中闪过一道道身影 前世今生 不断重叠有前世父母 上司有金石的老父 有大将军曹爽 有那死去的五位英兄弟 甚至还有庞慧 不过最深刻的 却是一道朦胧的身影 教自己读书 教自己习武 但无论如何 始终看不清那张脸 只觉得他的眼睛如刀锋一般锐利 穿透了迷雾 刺入自己脑海中 如同印记 似乎自己身上也缠绕着迷雾 一觉醒来 五月的阳光正灿烂 感觉全身的力气都回来了 伤口也不那么痛 将军醒了 赵灯一脸欣喜 往喜 灵狐盛也围在身边 杨征揉了揉昏尘的脑袋 却忽然听到 外奸隆隆的战鼓声 大将军正在攻打神领 灵狐盛望着营仗之外 虽然知道神领必破 但付出多大代价 就是两说了 此次兴市之战 蜀军三四万的兵力 挡住曹爽十二万大军 王平 费一 俗称当是名将 而且费一还是以正略著称于世 他绝不会轻易放草率过神领 过不多时 外奸传来厮杀声 杨征与灵狐盛 赵灯 王习走出营帐 只见北面山坡上 无数黑甲卫军冲向山领 山领之上 箭如飞黄 泪目滚石如雨 纷纷而下 卫军还未冲上半途 已经浮尸遍地 鲜血如同溪流一般 缓缓流淌而下 传说蜀军的弓弩都是诸葛丞相特制的五十步内能透中甲 正是这些弩兵 极大克制了魏国的铁骑 但弓弩对后勤压力很大 箭矢也是消耗品 战鼓声渐渐急促起来 付出一定的伤亡 魏军士族仍旧亡命向山领发起进攻 大将军曹爽与雍梁都督下侯玄 亲自督镇 五位 钟磊 中间 雍梁诸君皆奋力向前 无论士族心中怨气和不满多大 回到关中 是一致的愿望 杨征此前见过的 都是小场面 两三百人的泄斗 而现在是漫山遍野的大场面 无数大好儿郎慷慨赴死 他胸中也不禁热血沸腾 居然没有丝毫的胆怯 或许他已经完全适应了新的身份 以及这个时代 又或者 他心中原本就有一个英雄梦 想来书中记载 万军之中取敌上将头颅 是何等的雄壮 沙生震天 苍天意为之变色 半个时辰后 蜀军剑雨渐渐稀落起来 而山坡上 到处都是剑枝 仿佛芦苇林一般 就连类木和滚石都稀少了 卫军以人命 扑出一条血路 十几个肖将 提刀冲在前列 如同洪水 自下而上涌上山岭 不到一个时辰 蜀军的旗号 一一被斩落 山岭上全是黑甲 蜀军向山岭中退去 北面各岭的战斗 也差不多结束了 漫山遍野 响起卫军的欢呼声 身边的赵灯 王喜跟着欢呼 杨征也忍不住欣喜 回到关中 就向曹爽请求外调 混个屯田司马 县位总不难吧 若曹爽念着勤奋 弄个刺史当当 岂不是成了一方诸侯 不过 这只能是做梦 但凡能在曹魏担任刺史的 无异不是世家大姓 家族根基深厚 自己这种情况 就不要幻想了 上去了也坐不稳 无论如何 先脱离他这艘破船再说 也许原主对曹爽有主仆之情 但杨征没有 所以 没什么心理负担 总不能看着前面是个大坑 眼睁睁地往里面跳吧 心里打着算盘 身边灵狐盛道 蜀人根本就没想死战 归师勿恶 为师必阙 穷寇勿破 蜀人必会在后眼沙 这句话是孙子兵法中说的 杨征这个后世人 知道不足为奇 但从灵狐盛口中说出 就不简单了 这时代 不是什么人都能接触兵书的 其实无论什么书 都被世家大族垄断 当年刘备入蜀 连本尚书都找不到 还是诸葛亮平记忆莫显 自曹丕采纳陈群之策 推行九品官人法以来 朝中官绝便被垄断了 但凡在朝中立身的 都有深厚背景 名将张和 在关渡大战中 发挥决定性作用 入曹尉以来 兢兢业业 屡历战功 名分给得高 却一直在外围晃荡 司马懿后起 轻松压在他头顶 就连曾经的下属郭怀 凭借太原郭氏 举孝连出身 短短几年 便盖过了张和 包括司马懿在内 曹爽 夏侯玄 郭怀等等 世代为官为将 魏国到处是 官二代 江二代 三国已然进入 讲究出身的时代 前三国的那个英雄 起于曹莽的时代 已经远去 子谦说得不错 蜀军必会从后掩杀 杨征赋和灵狐盛道 神领缺口被打开 魏军也失去了斗志 一拥而上 争抢着道路 场面忽然变得混乱起来 杨征看着东西两面的山林 大群的鸟雀惊奇 蜀人还有埋伏 我们也走 其实不用杨征吩咐 周围的人全都动了 司马懿出道以来 秦孟达 战诸葛 灭辽东 逼退孙权 用兵犹如鬼神 潜移默化间 成为曹魏的顶梁柱 而此次伐蜀 是魏国近十年来少有的大败 越发趁拖出曹氏的无能 魏军乱成一团 诸将皆不能治 场面渐渐失控 山口就那么狭窄 朱军自相践踏 很多人从山岭间滚落 就在此时东西陵中 那喊声震天 蜀军忽然杀出 后方也烟尘滚滚 似乎是蒋婉领军杀到 人在绝地 自然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 而现在通往关中的缺口打开 看到一丝希望 没人愿意死战了 遇见再次如暴雨一般泼下 比刚才更为猛烈 后方甚至还有骑兵 践踏地面的声音 人群更加慌乱 盔甲兵器丢了一地 刚刚还种植成城 转眼间就变成了溃败 如此形势 恐怕孙吴复生 也无能为力 四人被乱军裹挟 身不由己地被推向山口 忽然之间 听见乱军中有人呼喊 不要乱 不要乱 是曹爽的声音 杨征远远望了一眼 只见曹爽 夏侯玄等一干人 被几百轻卫簇拥着 狼狈地向北逃窜 周围乱军 哪还管什么大将军大都督 胡乱冲撞 就连曹爽身边的亲卫 也有人悄悄逃散了 大将军的威严 早已扫电 后方铁梯滚滚 东西两侧 具有蜀军杀来 人群更加慌乱 危急时刻 杨征见东面山丘上 一杆旁自大骑立起 西面也有一将灰军抵挡 勉强阻握住蜀军 然而曹爽的情况更加恶劣 鼠骨鼠军精锐 望着他的那杆牙齐沙来 这档口 杨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自己的命要紧 跟着乱军向北逃窜 还没跑两步 就听见后面曹爽的呼喊 星云助我 杨征一口老血 差点当场喷出来 这么多人 曹爽怎么就看见自己了 难道真的是心有灵犀 心中不由生起振振恶寒 大将军乃国家住时 皇室宗亲 不可落入蜀人之手 林胡盛低声道 皇室宗亲杨征承认 国家住时 就有些名不负实了 不过令胡盛的话说得没错 曹爽若是折在此地 恐怕他这个亲信回去 也没好果子吃 杨征在此 大将军勿惊 杨征拔出长刀 走向中军 当然 曹爽不止喊了杨征一个 还有其他的将领校尉 身边总算聚集了两三千人 不过杨征总感觉 这些人的神色有些难看 宛如上坟一般沉重 如丧烤饼 夏侯玄哀叹一声 遭逢此败 我等有何面目见天下人 杨征以为 他要拔见自吻 谁知只是哀叹 就没下文 若非前锋郭怀退出战场 我等何以遭逢此败 必是司马懿教唆 那尖嘴猴塞的文士 满脸怨不 其实出征的几人 也就郭怀一人 可称良将 可惜这原良将登曹爽 不是一条心 玄貌休要再言 司马太傅一再来信 让我等退居 如今又岂能怪他 夏侯玄一脸正色 原来这个尖嘴猴塞 就是大名鼎鼎的邓阳 邓玄貌 此人为名将邓宇之后 与何燕 丁密 一起辅佐曹爽 曹爽辅政之初 刻起赋礼 低调行事 对司马懿恭敬有加 视之如子直 没有大事 必与其协商 二人曾有过一段蜜月期 后 何燕 丁密 邓阳党父曹爽 风向就逐渐变了 三人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或浮华 或贪赃 或阴险 逐渐把曹爽带歪了 十人称之为台中三狗 名将脏霸之子 赃爱为囚官 以其父世界贿赂 一个敢送 一个敢收 闹得满城风雨 洛阳人戏称 以官义父邓玄貌 曹爽争权 排挤司马懿 便是出自三人策划 这些事情 洛阳人静皆知 杨征略意回响 脑海中的记忆碎片 逐渐汇聚成一个整体 此事暂且不论 度过眼前为妙 曹爽到底有几分 大将军的见识 不纠结于眼前 几万人争过一个山口 拥挤可想而知 很多人都没挤过去 就被践踏致死 后方 蜀军的骑兵 已经赶到 肆意冲杀 士族惨叫连连 却没有一人回身抵挡 由此可见 军心乱到什么地步 事已至此 不可再拖延 你等护着大将军 速速北桓 邓阳发号施令 然而 周围士族看向他的目光里 充满了不懈和愤怒 做人能混到这个地步 也算是不容易 想起先祖邓宇为 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辅佐光武忠心汉士 没想到后代退化至此 君子之则武士而斩 此言非虚 不懈也罢 愤怒也罢 周围士族都照做了 一群人在乱军中 蜗牛一般向前涌动 而三面蜀军 都望着牙齐杀来 邓阳似乎发现了端倪 劝道 大将军 此乃非常之时 可弃牙道一丈 清兵向前 曹爽断然道 牙道一丈 乃三军威夷 其在 三军才治本将在 其不在 军心立时崩溃 忠勇之事亦不能迟 杨征忍不住刮目相看 暗想曹爽还是有几分胆色的 谁知邓阳眼珠子一转 目光在众人间扫来扫去 落在杨征身上 嘴角勾起一丝鬼笑 杨征身上 顿时升起阵阵凉意 仿佛被毒蛇盯上 大将军果然智勇 然大将军乃国之甘成 大魏不可一日无大将军 其好可留于此 折亿勇将穿大将军盔甲 守护牙道 大将军先行出神领 邓阳拱手道 此言不错 昭博乃先帝托孤重臣 不可利于显帝 夏侯玄也附和道 曹爽属于典型的耳朵软 刚才的一丝主见迅速消退 还没说话 邓阳就抢先道 杨将军忠勇可嘉 青木侠一战神勇无敌 伤而不死 必有苍天护持 此重任非杨将军莫属 我去年买了个表 杨征恨不得破口大骂 这四对蜀军束手无策 搞自己人倒是挺有一手 早知道这回事就不来凑热闹的 蒙着头跑了得了 这时代怎么回事 到处是坑 忽而想到 昨日中军大仗 曹爽与自己那么亲近 一定是招来了邓阳的极度 曹爽深情款款的眼神也看过来 星云父子三代为我家布曲 其祖墨于何兮 其父墨于辽东 某怎可献其于此 这话还听着像样 原来自己跟曹爽是这样的关系 杨征记得 三国时的布曲型同于家仆 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 为将领私人所有 然而还没高兴几秒钟 曹爽画风一转 然唯有星云能单此重任 杨征差点没被喉咙里的老血腔道 这他娘的什么逻辑 刚说不让自己献其于此 转眼就变卦 要推自己进火坑 周围人或同情 或幸灾乐祸的眼神 齐齐望过来 杨征还未答应 曹爽已经开始脱盔甲了 说到底 曹爽终究是个身性凉薄之人 这个时候 拒绝只能死得更快 干脆装中心装到底 大将军放心 属下必干脑涂地 曹爽又抓住杨征的手 眼中涌出几滴泪花 星云定要安然回来 两个大男人动不动牵手 实在让人心中发毛 勤奋是有的 只不过这纸糊的勤奋 终究没有他的性命重要 杨征脱下自己的盔甲 穿上曹爽的黑光甲 曹爽的东西 当然不是反品 虎头尖吞 尸满腰带 威武霸气 顿时感觉威猛无比 比之前盔甲轻便 感觉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 曹爽看得嘖嘖称奇 星云他日定为大将军 这随口一言 顿时令在场之人都惊恶了 曹魏大将军 第一任夏侯敦 第二任曹仁 第三任曹真 第四任曹宇 第五任曹爽 从未有外人担当过此任 夏侯璇轻轻咳嗽一声 邓阳的眼神更加怨毒 曹爽却不知语诗 性质颇高 解下腰间长剑 此剑名为华挺 乃文皇帝铸造三剑之一 献戒于你 助你杀敌 为国建功 虽然知道曹爽是在坑自己 但到底还是有那么一丝私情分的 否则也不必这么多废话 杨征接过长剑 下败谢恩 赵伯 军情紧急 不宜再次牵沿 夏侯璇提醒道 曹爽这才在众人的拥促下动身 他没回头 倒是邓娘回头看了一眼杨征 眼神中带着莫名的神色